对于慢性肾病患者来说,除了要采用药物治疗之外,更是要加强饮食上的调理,为了让慢性肾病患者在家也能获得健康科学的饮食指导。 近日,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慢性肾病管理的专职护士们在网络上做起了线上宣教直播。 大家好,我是新桥医院士的一科CED专职护士,普世。 蔬菜、瓜果、精瘦肉、豆腐、美食配料一应俱全,护士站摇身一变成了直播间,美女护士也成了美食主播。 三脚架、手机、记录聊天室、观众提问、监测网络带宽的幕后工作人员,该有的这个不是主播的主播团队,一个都不少。 我们就想通过线上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教会他们,就像这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怎么吃,怎么吃得好,吃得营养,还不影响我们肾脏的功能,能够延缓疾病的进展。 十一护士长告诉记者,由于慢性生命患者需要医护人员对其进行长期的管理,在没有发生疫情之前,对于这类病人都是由以门诊随访的方式进行管理。 疫情发生后,如果患者的病情处于稳定期,只是到医院做一些健康宣教,风险太大。 在40分钟的直播时间里,两位护士主播对近千名在线患者做了优质低蛋白饮食配餐技巧的宣教。 他们通过生动形象的食物展示,模拟情景演示,深入前处地讲解了慢性肾病患者以填精准的食物分量配比,并针对咨询频率较高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我们从开始写脚本开始,从周一开始写脚本,然后交给我们护长,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护理老师来看,然后修改。 修改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确定成型,然后再准备用,我今天早上还是去现买的东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